歌手温蓝一向给人性感火辣的印象 不过去年她当起了唱片公司的老板 还身兼制作人 又唱了台语歌曲 多元发展就是要让歌迷看到不一样的她 不得沉重 总就还是会走到心头 爆发力响音动人旋律 性感歌后温蓝去年十月发行最新专辑 首播主打歌走的不再是火辣性感风 连次序都是亲自操刀 因为这一次当了自己的头家 相对的你自己要承担的风险会比较大 但是其实会比较怎么讲 会比较欢喜作感愿受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自己去决定的 你一手去创建的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是有你去 都有你去在这个环节中 屋顶出师提升 一名惊人但大家对温蓝这个名字 并没有太大印象 直到热浪这张专辑 无痴力的热浪 你眼里的光芒 我不再传逗 我好用你全场 像天里的热浪 都天里的太阳 一生都融化 谁也能抵达 Emily进哥热舞性的雪峰才让大家认识 她就是温蓝 与性感狂野画上等号 等了16年终于苦过来 但想起来让她觉得好心酸 一个舞台一个舞台慢慢累积的 因为我的舞台走得非常多 我没有给自己退录 她会买红酒 然后跟我聊天 然后让我的心情 跟一些我的疑惑 她会让我去慢慢去放松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 踏着彼此梦想前进 路上偶尔风吹雨淋 也要握紧你的手心 佳人是她的精神支柱 同手同脚这首KTV热门点播歌曲 由文藍填词 写的就是与弟弟的好感情 一个人十年了 所以一直跟从以前就说 我希望我也要有弟弟 我要弟弟 弟弟一生出来的时候 我就是 我是第一个帮她洗澡的 从一边跑出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 妈妈都觉得已经是隔了十年 她不敢碰这么小的婴儿 天外穿过 几条坚冠 似个每一道是你也心疹 穿过苦头 温蓝 主梦过程 每一步都很扎实 首次担任专辑制作人 要用音乐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你有的泪 雨淋那边许静荣 吴欣伦台北报导